好 各位考生 我们来看一下教材的第一节 第一节的话呢 增值税的征税范围和纳税人 这一节里面呢 征税范围比较重要 今天教材呢 这一节当中呢 也没什么很大的变化 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只不过在纳税人里面扣交诱人 加了一句话而已 问题不大 这一节当中的征税范围呢 我们有增值税的一般规定 特殊规定 其实你说这一节当中 比较重要的 其实是视同销售的内容 比较重要的是视同销售的内容 当然我们讲这一节的时候呢 很多一些东西 我们要把一些概念 要一点点要形成了 包括我们在这一讲当中 我们讲几个基本的征税范围的时候 里面有几个业务活动 你要熟悉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黑体字 征税范围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一般规定 那么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一般规定 其实我们在上一讲 讲前言的时候 讲这个增值税基本原理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我们整个增值税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征税范围 已经简单的做了一些介绍 那么增值税征税范围呢 包括首先一个销售或者进口货物 我们要交纳增值税 第二个增值税的劳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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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三个 加工修理修配 增值税的服务 转让无形资产 不动产 也就是我们想讲销售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这三块 这三块内容呢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什么呢 应改增 那就是我们所讲的应改增 其中我们讲了这个增值税的应税服务 主要包括我们的交通运输 邮政 电信 建筑 金融 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业 就这么几大类 相对还是比较清楚的 这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我们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销售或者进口货物 我们要交纳增值税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所讲的货物呢 是指的是一些有形的动产 也包括一些特殊形态的 资产 像我们这种电力啊 热力啊 气体在内 那么像有形的动产 我们是交增值税 那以前啊 在应改增之前 像我们的无形资产不动产 交的是营业税 那当然我们16年5月份开始 全面应改增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 这个不管你有形的 还是无形的 还是不管你是动产 还是不动产 我们其实都是真的是什么 增值税 这是一个 第二个 销售货物 那主要是指的是 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销售货物主要是指的是 有偿转让货物的所有权 第二个 劳务 增值税的劳务 请大家注意一下 它只有三个 增值税的劳务啊 是指的是 纳税人提供的什么呢 加工 修理 修配 这三个劳务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增值税 劳务 劳务就三个啊 一定要记住 加工 修理 修配 那么单位和个体工商户 聘用的员工 为本单位或者雇主 提供 加工 修理 修配 劳务的 我们是不包括在内 也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 聘用的员工 也就是员工 为企业或者雇主 提供的劳务 也不单单是劳务啊 为企业提供的这种劳务服务 反过来 企业为员工 提供的一些劳务服务 我们是不征收什么 增值税的 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为什么不征收增值税 其实我们可以从第一章当中 我们讲的 这个实质磕税原则来把握 你比如说 第二个括号里面讲的是谁啊 员工为企业 雇主提供的什么 劳务 我就问你啊 员工有收入吗 有 这是什么收入啊 是劳务收入吗 它不是劳务收入 是什么收入啊 工资收入 那当然工资我们是不交纳增值税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因为在这里面这些员工 所取得的收入 它并不是属于劳务收入 服务收入 所以说我们是不征收什么 增值税的 那当然反过来 企业为员工提供的一些服劳劳务 我们也是不征收什么 增值税 那这要请勾注一下 这是一个 第三个 银改增的应税服务 服务的话包括项目比较多 我们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一个交通运输业 那么交通运输服务业呢 包括我们的陆路运输 水路运输 航空运输和什么呢 管道运输 第二个 出租车公司 像使用本公司自由 出租车的出租车司机 所收取的管理费用 我们按照陆路运输 交通运输业 陆路运输 来征收什么 增值税 那这个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通常所讲的 这个开出租车 这个每个月 要交给出租车公司 一笔什么 分子钱 那这个分子钱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管理费 那出租车公司 取得的 那这一笔分子钱 它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业 来进行什么 征税 那我们是按照 交通运输业 来进行征税的 那么这是一个 其实我们现在讲 那个网约车 大家都看到过吧 网约车也做过 网约车的话 你在一些网约车的 一些平台上面 下了单 是吧 然后我不管多少钱 你反正 手机支付之后 其实这个平台 要在这一单里面 要抽成的 要提取多少 剩下来的 才给那个网约车司机 那像这种网约车的平台 它按照这一个抽成 其实也是属于管理费性质的 本质上 也要按照交通运输业 来进行征税 这是一个 第三个 水路运输的 成租 七租 我们按照水路运输 交通运输业来进征税 航空运输企业的 失租 我们按照航空运输业 来进征税 那这里面的话 有三个租 成租 七租 失租 这三个租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是按照交通运输业 来进行征税的 那你有失 就后有什么 有干 像这种 干租 光租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有形动产的 经营租赁 来进行征税 那这五个租 有什么区别 成租 七租 失租 干租 光租 有什么区别 有人说了 成租 七租 失租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包机 包船 对吧 你不单单要把这个飞机给租下来 你还要干嘛 还要把这个飞机的什么 私承人员 你要把它给 租下来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说我们讲了 成租 七租 失租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包机 包船 这是连运输工具 带私承人员 一块租下来的 那你这个时候 付给对方企业 我付给这个租赁公司 船公司 这个 飞机租赁公司 等等 那我支付的 这笔租金 我们其实是按照交通运输业 来进行征税的 它其实本质上 就是按照交通运输业 来进行征税的 那么什么是 干租 光租 干租光租的话 简单的讲叫 只租工具不租人 我只租工具不租人 我们就按照什么 按照干租光租 来进行征税 有形动产的 进行租赁 这真阿爸进了一个 租赁服务了 它是只租一个 什么设备工具的 听到东西对吧 它不像我们 成租 弃租 失租 成租弃租失租 它是连工具带人一块租 所以说 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包机啊 包船 干租光租呢 我自己来 只租工具不租人 懂了吧 这叫只租工具不租人 所以说干租光租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有形动产的 经营租赁 来进行征税 第五个 航天运输服务 我们按照航空 这个航天运输服 我们按照航空运输 来交纳什么 增值税 第六个 纳税人已经售票 但客户预期未消费 而取得的运输预期票证收入 我们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来交纳增值税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比如说你订了张机票 钱付了 付了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你没有去搭乘这个航班 后面也没有改签 也没有退票 那当然航空公司收到了这笔 这个 票证费 这个机票费 航空公司是收到了 但是呢 你并没有向客户提供这个什么相应的运输服务 那这笔费用 航空公司收到之后 我们仍然是要按照什么交通运输业来进行征税的 第七个 不运输工具仓位承包业务当中 发包方 以及向承包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业来交纳增值税 承包方 以向托运人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来交纳什么 增值税 那么在这里面 不运输工具 这个仓位承包业务呢 是指的是承包人 以承运人的身份 与托运人签订什么 运输合同 收取运费并承担承运人的责任 然后以承包他人的运输工具仓位的方式 委托发包人实际完成相关的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这叫做什么 仓位承包 仓位承包呢 其实呢 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强调一个什么 我不管你是发包方还是承包方 你都要按照交通运输业 都是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交通运输业来进行征税的 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现在呢有个船公司 它是什么呢 比如说它是发包方 这个船公司说了 我呢 现在有一艘货轮 货轮上面呢 有一些仓位 控制 我要干嘛要发包 让下面的什么呢 比如说一些货贷公司 也叫做承包方 跟货贷公司说 我呢 有一艘货轮 这个货轮里面呢 还有几个仓位 我这艘货轮呢 它一直走固定航线 比如说上海到新加坡 比如说上海到新加坡 固定航线 走 走走走走走 通过这个什么 上海出港之后 一直往南 到南海 马流甲海峡 到新加坡 那这个我们反正有仓位 你货贷公司啊 专门做货运输代理服务的 跟承包方说 这个也叫做承包方 也就相当于我招标 我全公司招标 我现在啊 由上海到 这个 新加坡的一个固定航线 这个航线里面有几个仓位 这个仓位 你们谁要 谁来承包 我给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比市场上面 这个正常的上海到新加坡的 这个海运运费 还要便宜一点 让你来承包 好了 怕一个货贷公司说 我来 反正我一直有客户 要 这条航线的 那行 这个时候船公司 我们叫做发包方 货贷公司呢 叫做承包方 然后在这里面 他们彼此之间的业务 请大家注意一下 相当于 我货贷公司 要付给船公司一笔什么 一笔承包费 那这笔承包费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业来进争税 按照交通运输业 这笔承包费 我们是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 按照交通运输服 来进行征税的 你别管这个 这里面值多少钱 反正船公司收了多少钱 船公司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业 9%来交纳增值税 货贷公司拿到了这张发票 货贷公司是寄什么项目 是寄进项目 那好了 货贷公司 它仅仅是一个货运代理 它并没有货物 它肯定会找谁 找后面的什么 我们所讲的这个托运人 他肯定去找什么 找托运人 货贷公司说了 现在有一个托运人 张三李四 A公司 B公司 你也别管 托运人找到货贷 说 我有一批货 要上海运到新加坡 货贷公司说有 有 你来找我 那好了 这个时候 货贷公司和托运人之间 就会签订一个合同 首先 这个合同 我们也要按照交通运输 也要按照什么 也要按照相应的什么 交通运输 来进行征税 也就是说托运人 找到货贷公司说 我有一批货 要从上海运到什么 新加坡去 货贷公司说没问题 几个集装箱 几个仓位 我这里帮你搞定 那这个时候 托运人就会跟 货贷公司签订一份合同 这个合同 我们要求是按照什么 按照运输合同来签订 这个时候 货贷公司 你要收取什么 运费 像这个托运人收取运费 要承担什么 承运人的责任 也就是说 尽管这个实际运输 是传公司运输 不是你货贷公司去运输的 但是由于你货贷公司 跟托运人签订的是 一份运输合同 你货贷公司要承担 相应的什么 承运人的责任 那你这个时候 货贷公司向 承运人收取的费用 站在货贷公司的角度 我们现在就站在承包包 货贷公司的角度 你要交什么 交增值税 按照什么 并不是按照代理服务 而是按照什么 来进行征税的 那实际的话 你找传公司的话 反正这个传公司就不管了 为什么 因为站在传公司的角度 我反正上海到新加坡的 这条航线的仓位 我已经给你了 你反正每个月 你就固定的给我一笔钱 或者说是一年给我多少钱 我保证每次 或者说是每次 我这个航线运输的时候 你货贷公司要给我多少钱 我站在传公司的角度 我从货贷公司收取的 费用 承包费 我们是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来进争税的 那站在传公司的角度 那它是什么项 销项 那货贷公司就是什么项 静项 货贷公司要抵静项 对不对 然后货贷公司后面有推运人 找到货贷公司 要求你把这批货 从上海运到新加坡 那么就会支付给货贷公司 一笔什么 费用 那这笔费用 站在货贷公司角度 收到钱了 要干嘛 要交税 交什么税 增值税 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 也百分之九计什么 销项 那么也就是说 站在货贷公司的角度 站在货贷公司的角度 它其实就是什么 销项减静项 你的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就停了 就没事了 就行了 那货贷公司会开票 开给谁 开给托运人 那站在托运人的角度 他取得了这张运输费的专用发票 应该抵什么项 抵静项 该抵静项的就去抵静项去了 就行了 听得懂这意思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 你要搞清楚 这里面其中的一个什么 逻辑关系 其实我们讲这个 仓位承包 仓位承包 它其实强调的是一个什么 我这个承包方 也就是这个货贷公司 跟传公司之间的 按照交通运输 也传公司收到这个承包费 按照交通运输 也 然后承包方 跟这个托运人之间的合同 我们也要按照运输合同来签订 那么所收取的费 也要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来进行征税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 那至于涉及到国际运输服务 你说这零税率的话 这个后面再谈 这个我们后面再看 那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逻辑 大家知道一下 第八个括号 在运输工具仓位互换业务当中 又来一个 叫仓位互换业务当中 这个运输工具 它这个互换运输工具仓位 双方均以各自换出运输工具仓位 确认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来进行征税 那么这里面讲的是仓位互换 所谓的仓位互换是指的是 纳税人之间签订这个运输协议 在各自以承运人的身份 承揽的运输业务当中 互相利用对方交通工具的仓位 完成相关运输服务的经济活动 这个我们叫做仓位互换 仓位互换肯定是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来进行征税的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讲仓位互换 按照交通运输业来进行征税 我们要强调一个词 什么词 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 简单的讲 仓位互换我们并不是按照现金流 来进行征税的 而是按照什么 全额来进行征税 什么叫做仓位互换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听一听啊 了解一下 现在假地到乙地 比如说有一家公司 运输企业物流公司 它承接了一项运输服务 什么服务呢 要求把货从假地运往哪里 乙地 这没问题 它问客户收了钱了 去交纳交通运输 交纳增值税也没问题 还有一家物流公司 也巧了 它承接一项运输服务 这项运输服务是从乙地 运往什么 假地 等于说是有两家物流公司 一家物流公司 承接的业务呢 是从假地运往乙地的一批货 收了运费 交纳增值税 这个没问题的 然后呢 另外一家公司呢 也承来了一个运输服务 从乙地要运往哪里 运往假地 其实这里面 各自的 两家公司 自己的业务嘛 自己做 自己的税嘛 自己交 很正常 但他们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一家公司啊 从假地运往乙地之后啊 它没业务了 等于说是 它乙地 这个车子要空车回来 它要空车回来 听得懂这意思吧 它是要空车回来 你空车回来不浪费吗 你毕竟这里面 假和乙地之间有时间啊 有时间成本啊 有运输成本啊 你有这个汽油成本啊 你有这就损耗等等 等于说是 你假到乙地 你收了钱了 这无所谓 但乙地回来 再回到假地的时候 你干嘛 你是空车的 那同样的道理 我另外一家公司 从乙地到假地 有的货 装过载过去 收了钱了 有收入了 但是再从假地 回到乙地的时候 它也是什么 空车 那这样子空车运转的话 其实就是一种成本的浪费 时间的浪费 金钱上的浪费 然后这两家公司啊 一拍即合 他们发现 假和乙地啊 当中有一个中转站 比如说啊 有一个AD 有一个AD 比如说啊 现在有个AD 这个AD啊 他们发现啊 很多司机 就喜欢在AD干嘛 歇歇脚 停个车 泡个方便面 上个厕所 然后再干嘛 这个这个这个 泡点茶 然后就在AD 有的时候 如果说是走长途运输的 有可能就直接在AD 过一个月 第二天再干嘛 继续上路 所以说那AD呢 是一个物流的一个中心 中点 就好像我们一直说 像郑州这种城市 对吧 它就是一个国际航空枢纽 我们叫叫叫叫国际航空枢纽 对吧 那好了 现在呢 有一个AD 这个AD呢 这个两家公司就说了 如果说单纯的从运费来讲的话 我举个具体的金额 假地到AD的运费呢 是什么呢 比如说 假地到AD的运费呢 三万 有三万块钱 AD到乙地的运费是多少呢 是八万 按照正常运费来讲 现在好了 有一家公司假要运往乙地嘛 那这样子 这两家公司在AD把货互换 反正都是机卡嘛 车头掉一掉就可以了 对不对 省得空车回去了 相当于是 有一批货要从假运往乙 然后呢 它实际呢 只在AD交接 然后它就啪 回来了 乙呢 从乙地到假地的货呢 也到AD卸下来 然后呢 有另外一家公司 这个我 这个我选一个具体的公司啊 这个这个这个 要不然的话 你们要搞不清楚 这是假地 乙地 乙地 这是假地乙地 有一个中转 有一个中转D AD 有一个中转D AD 现在呢 有个什么呢 这个 张三公司 有一个张三公司 你别管 什么 一个乌 一个李四公司 就这么个意思 你们看看啊 张三公司呢 本来要一批货 是从假地运往乙地的 现在干嘛呢 在AD卸下来 李四有一家 这个物流公司啊 有一批货 是从乙地运往什么 假地 也在AD干嘛 卸下来 卸下来之后呢 他们两个干嘛 互换 互换 什么意思啊 你李四公司 不是有这批货 要运往假地吗 等下好了 剩下来AD到假地的 这段行程 张三公司帮你 做了 你张三公司 不是有一批货 从假地 又要运往乙地吗 在AD卸下来之后 剩下来的 AD到乙地的 由李四公司完成 那这个就叫做什么 仓位互换 听得懂这次吧 那仓位互换的话 其实很简单啊 你想想看 你按照实际的运费 如果说我们把具体的金额 给出来的话 实际运费的话 你想想看 AD到假地的运费 只有三万 AD到乙地的运费 有多少 有八万 那么这里面 张三和李四公司的话 在这里面 现金流其实 只要付一个五万元的差价 就可以了 从现金流的角度 一个 要给我三万 一个要给你八万 那这个时候 三万你不要给了 我少给你一点 我给你一个五万就行了 对不对 那这里面 从现金流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们其实是按照五万元 来进行支付的 这是现金流 但是我们在这个政策里面 强调的是什么 仓位互换呢 我们按照 各自确认的全部价款 和价外费用 为什么 为销售额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AD到假地的 这段运费三万 我就按照三万来开票 AD到以地的运费是多少 八万 我就按照八万来开票 尽管实际你这里面的 现金流三万 可能一分都没拿到 八万实际值 收到多少五万 但是我在这里面 仍然是按照多少 三万和八万 各自开票 各自去交税 你现金流 因为你这八万三万当中的 三万是抵消掉了 实际你的现金流 只有五万 对不对 一个要付三万 一个要收八万 那这个时候三万就不付了 实际收多少 收五万 就这意思 对不对 是不是这意思 那你这个你要理解 你要理解是什么概念 所以说我们讲了 仓位互换 我们在这里面政策 第一个明确一下 它也是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来进行征税的 但是它的征税 并不是按照现金流来征税 不是按照现金流来开票 这要讲清楚 因为毕竟 一个要付我三万 一个要付给你八万 三万不付了 实际付给你五万 抵消掉了 对不对 现金流上面 我们讲抵消掉的话 实际就有五万的现金流 但是我们开票的时候 并不是按照五万来开票 交税呢 也不是按照五万来进行征税的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所换出的运输工具仓位 实际的这个运费 来进行开票和什么 交税 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该开三万的发票 开三万发票 该开这个八万的发票 开八万的发票 然后各自按照三万和八万去干嘛 去交税 是这意思 懂了没有 就按照各自的这个三万和八万去交税了 那实际你们的现金流到问题不大 现金流里面因为三万把它抵掉的话 实际只有五万的一个现金流 这个我们不管 但是在纳税开票的时候 我们要按照什么全额 三万八万分别开票 分别交税 是这意思 这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仓位互换呢 其实呢也比较常见 我说一下 仓位互换也是比较常见的 为什么 因为仓位互换的话呢 在我们实际当中是要考虑到实际运输成本的 很多一些物流企业 有的时候 我说一下 有的时候呢 有合作方的呢 没什么问题 如果说没有合作方的话 很多一些大型的一些物流企业物流公司 往往就会在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中转 一些城市设置一些中转站 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快递啊 比如说上海 到哪里 到西部 比如说上海 到成都 而且呢 他又不走航空运输的 就走陆路运输的 往往上海到成都 比如说上海到成都的这个 走陆路运输 走高速的这种快递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一般情况下面 一些大型的 就是走好一点的 这个物流公司的话 而这个快递公司的话 往往应该在中间 比如说在武汉 他可能会设置一个什么中转站 也就是说 比如说上海有个快递到成都 我就在武汉进行中转 等于说武汉再去什么 上海到武汉快了 武汉到成都也快了 你上海直接到成都的话 这个累了 开车开的累了 对不对 一个道理 我们在相关的地方进行中转 这是集团内部的 一般情况下面的话 如果说有合作方的话 一个上海到成都 一个成都到上海 然后我们双方在武汉进行什么 交接互换 那这种情况下面是有的 这种情况下面是有的 这都知道一下 那么这是关于仓位互换的问题 第九个 无运输工具成运业务 那无运输工具成运业务 我们也是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来紧征税 所谓的无运输工具成运 它是指的是 经营者以成运人的身份 与托运人签订运输合同 收取运费 并承担成运人的责任 然后委托时机 这个成运人 完成相关运输服务的经营活动 那无运输工具成运 我们现在是什么 仓位没有承包 人家客户直接找上门来了 说张老三 你这里面有没有走海运的 比如说上海到大连走海运的 我一批货 上海到大连走海运的 我压根就没有船 对不对 然后你找到我说行 那我作为经营者 我就可能是以成运人的身份 跟你签订一份什么运输合同 那我问你收的这笔运费 上海到大连的港的海运运费 我问你干嘛 收了 那我是要干嘛交税的 按照什么 按照交通运输服务 但是我并没有船 我可能会找一个船公司 那我找船公司说 你在这里面有没有两个 集装箱的一个仓位 让我把一批货 从上海运到大连走海运 然后船公司说有 那OK 我呢再跟船公司签订合同 然后船公司帮我运 从上海运到哪里 运到大连 那这个时候 我付给船公司一笔运费 船公司收到之后 记销项 开票 我抵什么项 抵净项 站在我的角度 我还是销项减净项 我的抵扣链条 还是连续合什么 完整的 这请勾注一下 那么这是无运输工具乘运业务 好 下面一个是邮政服务 那么邮政服务的话 包括邮政普遍服务 邮政特殊服务 和其他邮政服务 那么邮政普遍服务 那主要是指的是 罕见包裹的一些邮件记地 以及邮票的发行 报刊发行 邮政会对等业务活动 这叫邮政普遍服务 邮政特殊服务 那主要是指的是一些 义务兵的平常信函 机要通信 盲人读物 和革命劣势遗物的记地业务 其他邮政服务 那主要是一些邮册等邮品的一些销售 邮政代理等业务活动 那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邮政服务 邮政服务在我们国家 是非常特殊的一个行业 我先说一下 首先 它不是按照快递来进行征税的 我们不是说三通一达 这些圆通 深通 运达 还有什么顺风 那么这些的话 我们这个倒是物流辅助服务 它是由快递业专门来进行征税的 但是我们EMS 大家都听说过的 EMS 那EMS可能稍微慢一点点 但至少能够保证收到 EMS 那这种邮政快递 我们是按照邮政服务来进行征税的 这里是有区别的 我们国家的一些纪要信件 必须要求通过EMS 必须要求通过EMS 这是我们国家法定的要求的 你比如说像你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肯定是通过邮政来记地的 不允许选择其他的快递行业 甚至好一点的 你说我用这个什么顺风 这是不允许的 你比如说法院的一些传票 这个也不能够通过土同的一些快递企业来进行 递送的 必须要通过邮政来进行递送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些要求 这大家知道一下 另外邮政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邮政储蓄银行 大家都看到过 对不对 在一般情况下 我们现在因为邮政储蓄银行 请大家注意一下 它并不是按照邮政服务来进行征税的 它是按照金融服务来进行征税 好 下面一个电信 电信服务 那电信服务的话包括基础电信服务和什么增值电信服务 那么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 它的适用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基础电信服务呢 我们用的是9% 增值电信服务我们用的是6% 它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首先要讲清楚 那么哪些是属于基础电信呢 比如说利用固网 移动网 卫星 互联网 提供语音通话服务的业务活动 以及出租或者出售带宽 拨长等网络元素的业务活动 那这个叫做基础电信 增值电信呢 是指的是利用固网 移动网 卫星 互联网 有线电视网络来提供什么 短信彩信服务 电子数据 信息传输及运用服务 互联网 接入服务等业务活动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叫做什么呢 增值电信服务 所以说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区分 基础电信和增值电信服务的业务内容 我们去年二二年的时候 就考了这个东西 哪些是属于基础电信 哪些是增值电信的 像我们现在 比如说你打个电话 发生这笔话费 我们是属于基础电信 但是比如说短信服务 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去发短信 对不对 我们都是通过什么微信 这种东西的 那以前的话 在没有微信的时候 我们是发短信的 还有彩信的 那短信的话 已经一脚钱一条 对吧 这个标准收费的话 一脚钱一条 那这种 我们这个应该严格上 是属于什么 增值电信服务 这是属于增值电信服务 这个要请多注意一下 另外第四个 卫星电视信号 落地转接服务 我们按照增值电信服务 来交纳什么 增值税 好 下面一个建筑服务 建筑服务呢 包括工程 安装 修缮 装饰和其他建筑服务 固定电话 有天 电视 宽带 水电 暖气 等经营者 向用户收取的 安装费 出装费 开户费 扩容费 和其他的类似收费 我们也是按照 安装服务来交纳增值税 因为它是一次性收取的 你比如说 你家里面买了一套新房子 是新房 新房的话 你入户的时候 比如说现在 新房交房了 交房的时候 你入户的时候 要开通水电 燃气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像一些燃气公司 电力公司 它有可能会 在第一个月的账单里面 问你收取了一些 叫做什么出装费 这个出装费 我们并不是按照 相关的一些什么 天然气来交税的 也不是按照什么 这个什么电力来交税的 它因为是单独收取的 它只收一次 第二个月就没了 那这种一次性收取的 跟你的这种什么 用电量 用气量 没有挂钩的 那这种 我们是属于安装服 一次性交纳增值税 安装服务一次性交纳增值税的 这个要知道一下 但是你自己说 你自己看 你买二手房 不是新房 二手房 你二手房买好之后 跟上家办理过户手续 那这个时候 是没有这种什么 安装费 出装费 这种收费的 这大家知道一下 第三个 物业服务企业 为业主提供的一些装修服务 我们按照建筑服务 来交纳什么 增值税 第四个 航道输军 属于物流辅助服务当中的 港口码头服务 它不属于建筑服务 那有一些船舶 吃水比较深 那航道呢 相对比较浅 如果说你一些 吃水比较深的船舶 要停靠的话 那航道要进行提前输军 那这要付一笔费用 那它这个时候 像一些港口 一些企业 它所收取的 这个航道输军费用 那这个呢 我们并不是按照建筑服务 来进行征税 我们按照物流辅助服务当中的 港口码头服务 来进行征税 第五个 纳税人将建筑施工设备 出租给他人使用 并配备什么 操作人员的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建筑服务 来交纳增值税 那么在这里面 强调的是什么 出租的同时 配备什么 操作人员 那这个时候是 连工具带人一块租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建筑服务 来进行征税 如果说是 只租工具 不租人 我们按照什么 有形动产的 进行租赁 对不对 我们按照有形动产的 租赁服来进征税了 你比如说 一个施工地 学校里面 造一栋教学楼 施工 要要要要干嘛 要挖掘机 你又不会开 你会开吗 你又不是来向毕业的 对不对 你肯定不会开啊 那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不单单要租一台挖掘机 还要把这个操作人员 要平时一块租下来 那你付给对方企业 那这笔租金 我们按照什么 建筑服务 因为它是连工具带人 连设备带人一块 什么租下来的 对不对 如果说巧了 那你是来向毕业的 你这个 你这个全国开挖掘机 还拿过奖的 这个挖掘机 你不要小看啊 这个还 郑阿巴基 是有一些蓝领啊 是在这个里面 是有技能大赛里面 是拿过奖的啊 蓝祥毕业的一些学生啊 开挖 开点挖掘机 还真的很溜 那这个时候 你正好巧了 你是蓝祥毕业的 只不过后来 莫名其妙 要去考了个CPA了 对吧 这个我们不谈了 那你这个时候 你学校里面 造一个什么 或者说是 你公司里面 要造一栋教学楼 造一个办公楼 那你这个时候的话 要去这个施工设备 注意台什么 挖掘机 你跟老板说 你说我会开挖掘机 老板开心死了 对吧 至少可以省一笔费用 那这个时候 挖掘机租下来 你付给对方 直接付给对方的 一笔租金 仅仅是对方收到之后 仅仅就是按照什么 有形动产的 经营租赁来进行征税的 对不对 好 下面一个 金融服务 那么金融服务的话 我们包括贷款 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和金融商品转让 那么在这里面 各种占用 拆借资金取得的收入 包括金融商品 持有期间 含到期的利息收入 包括一些保本的 报酬的资金占用费 补偿费等收入 信用卡的透支利息收入 买入反售的 金融商品的利息收入 融资融券 所收取的利息收入 以及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押费 罚息 票据贴线 转贷等业务取得的利息 和利息性质的收入 我们都是按照什么 按照贷款服务来进行征税 所以说我们贷款 所产生的收入 就是利息收入 我们利息收入 是要交纳什么 增值税的 但这个利息是有要求的 我们后面待会讲 那么在这里面 有一个什么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那是指的是 陈租方以融资为目的 强调的是以融资为目的 将资罕出售 给从事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企业 从事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的企业 将该向资罕出售 给陈租方的业务活动 我们是叫做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请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它的本质是融资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按照实质重于巡视 也就我们在第一章当中 讲的四基六事当中的 四个基本原则里面的 最后一个原则 实质科学原则 我们是按照贷款服务 因为在这里面 你既然融资为目的 这里面其实是有一笔差额的 这个差额 我们就视同什么 利息 那既然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说我们是视同利息的话 那么在这里面 你就要知道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按照 利息贷款服务来进行征税 那对于融资租资的话 我在这里讲两个业务 大家听一下 因为后面可能用得到 融资租资 其实我们常见的 两种融资租资 一种叫做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还有一个是直接融资租资服务 那么对于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业务 它的本质是一种融资服务 我们是要交税的 按照什么 按照金融业贷款服务来交税 6% 那么什么叫做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我举个例子 你听一听 首先 A公司 有一个A公司 A公司要干嘛 要借钱 要干嘛 要扩大再生产 扩大再生产 但是A公司呢 你报表拿出来嘛 金额也有限 对不对 像银行借嘛 银行也不太愿意借给你 对吧 毕竟银行考虑到风险长口比较大 他也不愿意借给你 那这个时候呢 你找到一家 你找民间借贷也行 你A公司可以去找民间借贷 你找民间借贷的话呢 这个利息就很高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有一家融资租赁企业 B公司 它是一个融资租赁企业 他那说了 借钱有的 我问你 你要借钱干嘛 借钱干嘛 B公司问A了 你要借钱干嘛 A说 我要扩大再生产 这个要找担保吧 你能不能找别的企业 给你做担保 没有别的企业 别的企业不愿意 做担保 那么 B公司说 你不要着急 是吧 我到你公司实地再看一看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抵押物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A公司怕一看 B公司到A公司实地 建议场所去兜了一圈一看 发现A公司有一条流水线 这条流水线还是全进口的 一条流 流水线值点钱的 值一点钱的 然后 说了 你要借多少 他说你要借多少钱 A公司说 这个不多 我借个一千万 借个一千万 然后他说 那你这个设备值多少钱 这条进口的流水线值多少钱 A说了 也大概就一千万上下吧 好 B公司说了 要不然这样子吧 你把这个设备卖给我 卖给我 你卖给我 卖多少钱 卖一千万 卖给我 我给你一千万 你把这个设备给我 一千万 你不就有钱了吗 你融资就融到了吗 然后A说不行 这个流水线我要用的呀 对吧 然后B说了 你傻 我又不要你流水线的了 我又不是生产鞋 我又不跟你竞争 我又不是你的竞争鞋 我要你流水线干嘛 我肯定不要 你在干嘛 我在把这流水线租给你了 你付租金给我 他这么来 什么意思 首先 还有第一步 A公司将这条流水线干嘛出售 卖给谁 卖给B公司 听到东西是吧 然后A公司是不是拿到钱了 拿到一千万了吧 然后呢 关键是这个设备 这条流水线A还要干嘛用 B公司呢 也不要这东西 第二步在干嘛 回租 把这个流水线啊 你A先卖给B 达到融资的目的了 然后再从B 把这条流水线给干嘛租回来 回租回来 听得懂这次吧 这个就叫做融资性的售货回租 那么A呢 我们叫做乘租房 B呢 我们叫做出租房 那么在这里面有两个业务活动 首先第一个 A公司先将这台设备 这条流水线 卖给B公司 融资性的售货回租 乘租方出售资罕的行为 我们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在这里面 A是不需要交税的 你把这个设备 一千万的价格卖给B A是不需要继销上的 那既然不需要继销上 B有没有进向税 我就问你 有没有进向 没有进向 好了 然后这个设备呢 我B呢 其实是不要的 但这设备现在所有权是谁的 是B的 那这样子一来的话呢 它并不是以抵押的形式给B 如果说是B公司借钱借给你A 然后再干嘛 再通过这个设备进行抵押 如果说万一今后 你A公司出什么事情的话 这个抵押物是属于A公司的破产资产 要是被清算掉的 你B公司可能还拿不到这个资产 对不对 但是现在如果说是我 A公司先把这资产卖给了B 那这个资产就是谁的 就是B的资产 如果说在这个租赁期内 A公司什么破产倒闭了 这个破产倒闭的话 这条流水线的话 是不会被清算的 因为会为什么 因为至少在成都期内 这条流水线是谁的 是B的 你站在B的角度 你的风险敞口要比这个 抵押担保的风险敞口要稍微小一点 对不对 那好了 B公司说了 这台设备值1000万 当然我是不需要的 你现在要1000万 我给了你1000万 我要干嘛 我要问你收租金了 每月每年的租金120万 我们不考虑 我们不考虑限制的问题 会计还要考虑限制的问题 我现在税法里面 不考虑限制的问题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现在 每年问你收取120万的租金 我每年收取120万的租金 租期为几年 十年 那你一共收到多少钱 1200万 这是我全部收入吗 对不对 我们说了 租期为十年 十年到期之后 这个设备的所有权就是你的了 我不管了 我们租 我们租赁合同到此结束 而且租赁物的所有权 归你A所有 那在里面涉及到的 什么租赁准则 我们也不在这里谈 我们就站在B公司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站在B公司的角度 首先第一个 他从A公司那里购买这个设备 花了多少钱 花了1000万 A公司要不要交税 不交税 A公司是不交税的 因为融资性售后回租 A公司作为成租方 出售资产的行为 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那站在B公司角度 他有没有镜像 没有镜像 他是没有镜像税的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B公司在把这个设备 以每年120万元的价格 出租给A B干嘛 要交税了 这个时候我们按照 实质课税原则 因为融资租赁 融资性的社会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是融资 本质是融资 那融资的 你B公司应该拿什么 拿利息 你的利息是什么东西 你这个利息不就是200万 我10年一共收多少租金 10年一共收1200万的租金 对不对 租赁物本金是多少 1000万 相当于我把这个设备 以一年120万元的价格 一点一点一点的租给你 当然其实也就分期付款 买东西一样的 你花120万 再把这设备 再重新买回来 这个我们不管了 交易实质是怎么样子 我们不管了 但至少站在B公司的角度 我其实我并不要你这个设备 我要的是什么 10年的利息 比如说我10年的利息是多少 10年的利息一共是200万 那我站在B公司的角度 你这200万要干嘛要交税 怎么交税 你想想看 站在B公司角度 现在一般纳税人 你有镜像吗 没有镜像 你没有镜像 只有什么 肖像 那这个时候只有肖像的话 公平吗 不公平 你不可能按照1200万全额 去进行征税吧 所以说我们要干嘛 要差额征税 我们按照实质税原则 其实我们就是按照 这200万去交税 我们就按照这200万去交税 按照什么 按照金融业6%去交纳增值税 就这意思 听懂了没有 所以说这个呢 就我们东南所讲的 叫做融资性的什么 售后回租 我们这个叫做 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也就是说A公司 我们后面一直会讲 融资性售后回租里面 陈租方A公司出售资产的行为 是不征收什么增值税的 B公司是没有进向 A公司没有肖像 B公司就没有进向了 但是B公司在把这个设备 出租给A的时候 收取了租金 要干嘛 要交税 那这个时候怎么交税 我们由于它没有进向 那么我们要在肖像里面做调整 从公平原则的角度上面来讲 我的销售 我就不能够是按照 这个全额来进行征税了 我们要减掉一个 租赁物的一个什么 本金 我们要把租赁物的本金要减掉 那实际上这里面的200万的差价 就相当于是什么 我把这1000万借给你 所获得的10年的一个什么 利息 对不对了 你是因为你这交易的实质是融资 对不对 你交易的实质是融资 这个请各位知道一下 就可以了 那这叫做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我们是差额征税 按照这个金融业 6%来进征税的 还有一种融资租赁物 我们叫做直接融资租赁物 还有一种叫做直接融资租赁物 对直接融资租赁物呢 它其实是ABC三者之间的关系 它呢 倒不是按照金融业来进行征税了 直接融资租赁物是什么意思呢 我再举个例子 你们感觉一下啊 现在A公司要干嘛 要借钱 借多少 借一千万 B公司说了 钱我有 我不借 你要借钱干嘛 他说我要买设备 B公司现在跑到A公司的 经营场所实地查看 你现在连个设备都没有 连个像之前的东西都没有 它不像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我A公司要借一千万的话 我好歹有个进口流水线来 我还能够值几个钱 把它给卖了 进行融资性的售后回租来 但是我现在A公司要干嘛 扩大再生产 我现在要去买个设备 这个设备值多少钱 一千万 你有吗 没有 向B公司借钱 B公司肯定不借的 而且你A公司也没有什么 值钱的家长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好了 B公司说了 你要一千万干嘛 买设备是吧 扩大再生产法 行 你要设备是吧 我帮你买 B公司说了 我帮你买 这个设备 按照A的要求 从C公司那里干嘛 够进 站在B的角度 就要够进 也就是说 B公司根据 A公司的要求 首先 从C公司那里 什么 构进一台设备 然后再干嘛 出租给谁 出租给A A还是 传租房 B是谁 出租房 看到东西是吧 那么站在这个业务活动当中 就不一样了 你站在B公司的角度 你首先是根据A的要求 从C那里 构进一台设备 这个B和C之间 是属于正常的交易 站在C的角度 我就把这个设备 卖给你B 我C是要寄什么项的 寄销项 那我B 就应该寄什么项 寄镜项 听到东西在吧 在这种情况下 B有镜项税了 然后B再把这个设备 出租给谁 出租给A 下A收去 什么 租金 那么站在B的角度 你在这里面 有没有镜项税 有 有镜项税的话 那肖像就干嘛 照张征税 那么这种我们叫做 就叫做什么 租赁了 这就是我们叫做 融资租赁 直接融资租赁 而且这个 按照交易实质的话 这是属于正儿八经的租赁 你不管租赁期 所有权没发生改变 但至少站在B公司角度 你向A所收取的租金 我们就干嘛征税 由于现在这里面 是设备的问题 是属于有形动产 我们按照租赁服务 13% 有形动产的 基因租赁 13% 来为你进行征税 然后有镜项的 在抵扣相应的镜项税额 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是属于正常的 肖像减镜项 你会发现 它跟前面的差额不一样 首先第一个 前面为什么用差额 因为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站在B公司角度 它没有什么镜项税 对不对 因为A公司出售资产的行为 A是不交纳增值税 他不交增值税 A没有肖像 那B就没有什么项 没有镜项 没有镜项的话 我只有肖像的话 我肖像肯定从 公平原则角度上面 肯定不可能是全额了 我们要调整一下 就变成什么差额 按照实质磕税原则 我们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它的实质是什么 融资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站在B公司的角度 其实我要的是一笔租金 那我就按照利息 来进行征税了 租金要减掉一个什么 租赁物的本金 就相当于一个什么 利息 按照这个利息 200万取交税 按照什么 金融也6% 但是直接融资 租赁物呢 又不一样了 直接融资租赁物呢 它是ABC 三者之间的关系 站在B公司角度 它其实是属于正常的什么 购境 然后再干嘛 出租 它就是一个 相当于B公司 就是一个正常的租赁公司了 它就是一个 很正常的一个租赁公司了 然后从C公司那里 干嘛购境设备 然后再干嘛 出租给谁 出租给A 购境的设备 反正是 B和C之间的业务 跟A没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时候 C开票开给B B搞什么项 搞镜像 对不对 然后B再把这设备 出租给谁 出租给A 向A收取什么 租金 这个是属于什么 有型动产的租赁 它的实质就是 有型动产的租赁服务 那么我们就按照租赁 百分之十三 有型动产的建议租赁 百分之十三 征税了 该减境项的减境项 就这么回事 能理解了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讲 这个租赁有两种租赁 一种是融资性的售后回租 还有一种是什么 直接租赁 那么这里面的性质 是不一样的 就要请勾注一下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括号 保本收益 报酬 资金占用费 补偿金 是指合同当中明确承诺 本金 可以全部收回的投资收益 金融商品持有期间 含 到期所取得的 非保本的上述收益 不属于利息收入 我们是不征收什么 增值税的 简单的讲 是什么意思 如果说是保本收益 保本收益 我们是同什么 利息 这是要干嘛 要交税的 但是非保本收益 这个我们不叫做利息 我们不适同利息 我们适同什么 投资收益 这个我们是不征收什么 增值税的 一定要讲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金融商品 有一些金融商品 一些理财商品 它是保本的 或者是非保本的 如果说是保本的收益 我们适同什么 利息 适同利息 保本收益 我们适同利息 这个是要交纳增值税的 按照金融贷款服务 交纳增值税 但是非保本的收益 我们现在很多学生去买一些基金 买一些理财产品 那这些基金的理财产品的产品 说明书上面明确告诉你是属于什么 非保本的 那这个时候 大奖是奖是非保本的 但是绝大部分还是能够保证相应的收益的 至少本金能够保证 那这个收益不管多还是少 你这个收益 我们认定为是一种投资收益 我们是不交纳什么增值税的 这请给我注意一下 第四个 以货币资金投资所取得的固定利润 或者说是保底利润 按照贷款服务交纳什么增值税 你看到吗 固定利润 保底利润 那说明它的本金是能够什么 保证的 那给你一个固定利润 给你一个保底利润 那OK啊 那这个我们利润要不要交税啊 要按照什么贷款服务来进行征税 第五个 金融商品转让 是指的是转让外汇 有价证券 非货无期货 和其他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 其他金融商品转让 包括一些基金转让 信托 理财产品等各类资管产品 和各类衍生金融商品的转让 在这里面 我们讲金融商品转让 有可能会有一笔差价 这个差价我们是要交税的 付差的话我们就不考虑了 如果说是正差 我们是要交税的 但是要说明的是什么 在提示里面 纳税人购入基金 信托 理财产品等各类资管产品 持有制到期的 这个持有制到期 我们不属于转让 我们是不交纳增值税的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 两年的一个理财产品 两年到期以后赎回 这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个差价 为什么赎回的话 一个本金 一个利息 对不对 你这个赎回 我们不叫做转让 那至于你赎回的时候 除了本金加利息外 这个利息要不要交税 就看你这个金融商品 它是不是保本的 如果说是保本的 那这个本金是不要交税的 收益 适同利息你要交税 如果说这个金融商品 是属于非保本的 那么你到期两年之后 赎回来 本金加收益 这个收益 我们就叫做投资收益 我们是不征收什么 增值税的 对吧 当然有一些金融商品 你说我讲事讲是两年 但是我们政策允许你 提前什么转让 允许你提前转让 那允许你提前转让的话 那这时候 转让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什么 差价 那这个差价我们要干嘛 要交税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给各位总结归纳的一个图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首先保本的金融商品 我们首先看一下保本的金融商品 第一个 如果说保本的金融商品 你是持有制到期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大额存单 这个是保本的 那这个时候 这个大额存单 比如说是五年的 我五年到期了 五年到期赎回 这个不叫做金融商品转让 听得懂这一次吧 但是五年到期赎回之后 你的现金流有两个 一个是本金 还有一个是什么 利息 五年的利息 因为它是保本的 所以说这个利息要干嘛 要交税 按照什么 按照贷款服务来交税了 看懂了没有 那如果说是持有制到期的 持有期间获得的收益 比如说你这个五年的 这个大额存单 它是保本的 那么持有期间有可能 它约定并不是说是 五年到期一次性复息 有可能是每年付给你利息 那行啊 每年付给你利息 你这个利息要交税吗 你看是不是保本 保本的就要干嘛交税 持有为到期转让的 我五年的大额存单 我干嘛 转让了 提前转让 行吧 行的 这是允许的 我们政策允许的 那转让这有可能会有一个差价 那这个差价干嘛 交税 按照金融商品转让 那持有之到期什么 输回 持有之到期赎回的话 你放心吧 这个赎回的话 持有到期的赎回 这个不属于转让 我们是不需要交纳增值税 那你有没有收益 有收益 有收益的话就要干嘛 要交税 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贷款服务来交税了 因为它是什么 因为它是保本的 那如果说是非保本呢 那非保本你看一下 一个持有之到期的一些收益 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 买一个银行的理财产品 我们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 你通过手机啊 通过这个网银啊 去买的这个理财产品 你看产品说明书 都是什么 非保本的 我们现在都是非保本的 你自己去看看 一个理财产品 这个理财产品 比如说是三年的 一个理财产品 准备持有之到期了 现在这个到期之后 我有一笔收益 这笔收益 第一个 它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 第二个 它也不属于贷款 这个收益 我们是不交纳增值税的 为什么 很简单 是什么 非保本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持有期间获得的收益 有可能 我这个银行的理财产品 三年的理财产品 每年都会干嘛 分红 那这个分红要不要交税 不要 首先第一个 它不属 分红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 第二个 这个分红是不是利息 不是 为什么 因为它是属于非保本的 金融商品 看懂了没有 第三个 是这个理财产品 什么持有至到期前 什么转让的 也就是持有为到期前转让的 你提前转让的 三年的一个银行理财产品 你提前干嘛 转让了 转让的话 就会有一个什么 这个差价干嘛 要交税 这个差价就要交税了 懂了没有 然后 如果说你持有至到期 干嘛 输回了 到期三年 自动输回 那自动输回的话 有可能有本金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利息 那在这里面 这个收益 输回的收益 这个利息 一 不属于金融商品转让 第二个 不缴纳增值税 这个利息也不缴纳增值税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什么 非保本的 听得懂这意思了吧 所以说 你们要记住一句话 也就是说 第一个 金融商品转让 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一个金融商品 有期限的 比如说三年 三年到期 叫赎回 这个我们不叫做转让 我不管你是保本 非保本的 那这个我们都不叫做转让 但是到期前 你转让的这个差价 我们是要交税的 然后至于 在到这个持有期间的收益 或者到期赎回的这个收益 那这个收益 要不要去交税 我们就看这个金融商品 它是不是什么 保本的 如果说保本的收益 我们都是视同什么 利息要交税 如果说是非保本的收益 我们都是同一种投资收益 我们是不交纳什么 增值税的 听得懂了吧 就要请给我注意一下 那么这是一个 第六个 纳税人转让 因为实施股权分支改革 和重大资汉重组 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所形成的限售股 那么以及上市首日 至解禁期间 由上述股份资深的送转股的 那么以该上市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的开盘价 为买入价 按照金融商品转让 交纳增值税 也就是我们这个 限售股转让 我们是要交税的 限售股转让 我们按照金融商品转让 要交税 那在这里面 其实我们后面会讲 它其实是差额征税 卖出价减什么 买入价 那这种限售股的买入价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这个 上市首日的开盘价 为什么 买入价 差额征税 好 下面一个 现代服务业 那现代服务业 包括一些研发技术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文化创意服务 物流辅助服务 租赁服务 建政咨询服务 广播影视服务 商务辅助服务 和其他现代服务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先说一下 现代服务的话 大部分都是6% 除了租赁以外 除了租赁以外 剩下来的都是6% 这大家知道一下 第二个 宾馆 旅馆 旅社 度假村 和其他经营住宿场所的 一些经营性的住宿场所 提供会议场地 以及配套服务的 提供会议场地 和配套服务活动的 我们按照会议展览 并不是按照住宿 首先 比如说某某酒店 它其实是按照生活服务业 住宿业来进行征税的 本账是属于住宿 但是现在一些酒店 大型的一些酒店 它可以提供一些会议场地 你过去开个会 像我们 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年会 就放在一些酒店里面来开了 不放在大学里面开的话 就放在酒店里面开了 那酒店的话 它会提供一些场地 一些配套服务 那酒店收取的费用 它就不是按照住宿了 而是按照什么 按照会议展 按照会议展览服务 来进行征税 第三个 租赁服务 除了租赁服务以外的 现在服务都是6% 租赁服务的话 我们分为融资租赁 和什么 建议租赁 那么融资租赁 和建议租赁的话 我们按照标的物的不同 有型动产的13% 不动产的9% 所以说我们讲了 租赁服务以外的 现代服务也 我们用6% 那租赁服务的话 按照标的物 有型动产是13% 不动产是9% 第四个 将建筑物 构筑物的不动产 或者飞机车辆 等有型动产的广告位 广告位 出租给其他单位 或者个人 用于发布广告的 我们按照建议租赁服务 来进行什么 缴纳增值税 大家都看到过 有一些建筑物 外面图广告 它是属于 不动产的广告位的租赁 9% 这是要9% 大家都看到过 公交车 公交车车身上面 会喷涂广告 那这个 是属于 有型动产的广告位的 建议租赁 13% 而税率不一样的 这请给我注意一下 按照标第五的普通 它的税率是不一样的 第五个 车辆停放服务 道路通行服务 包括过路费 过桥费 过闸费等 按照不动产的建议租赁 9%来进征税 也就是我们停车场收费 9% 高速公路通行费 9% 正常来讲的话 9% 这大家知道一下 第六个 讲过了 干租 光租 只租工具 不租人 按照有型动产的建议租赁 13% 成租 七租 失租 按照什么 交通运输液 百分之几 这个交通运输液是9% 第七个 翻译服务和市场调查服务 按照咨询来进行征税 第八个 拍卖行 委托拍卖所收取的手续费 或者佣金 我们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拍卖行 大家都看到过 100万一次 100万两次 100万三次 成交 讲是讲100万 你还要付一笔什么 佣金手续费 给拍卖行 拍卖行可不是人家 这个不是随便喊喊的 对不对 这个喊一次两次三次 啪 搂个锤 佣金就到手了 对吧 那这个拍卖行所收取的佣金 那么我们按照经济代理服务 来进行征税 第九个 纳税人提供安全保护服务 比照劳派向服务执行 第十个 纳税人提供武装押运服务 按照安全保护服务 来进行征税 第十一个 纳税人为客户办理退票 而向客户所收取的退票费 手续费收入 按照其他现代服务来进行征税 大家都看到过的 在一些某一些网站上面 你去订机票 由于重重原因 你这个行程要取消掉了 有可能这个机票要退票 那么平台会问你 收一笔什么退票费 这个平台所收取的这些退票费 我们按照其他现代服务 不是按照交通运输业 按照其他现代服务来进行征税 第十二个 纳税人对于安装运行后的 机器设备 提供维护保养的 按照其他现代服务 我们都看到坐过电梯 电梯上面它都有一个保养标签的 每个月都要进行自保养的 那因为它是属于特种设备 每个月都要进行保养 那这个时候 这个比如说相应的一些 电梯的维修公司 所收取的这种 维护费啊 保养费 我们按照什么 按照其他现代服务来进行征税 它不属于建筑业 这请勾注一下 下面一个生活服务业 生活服务的话 主要包括文化体育 教育医疗 旅游娱乐 住宿餐饮 居民日常和其他生活服务 第二个 提供餐饮服务的纳税人 销售的什么 外卖食品 我们按照什么 餐饮服务 其实堂食和外卖 比如说在第四个 现场制作的一些堂食 卖给消费者 我们也是按照什么 餐饮服务来进行征税的 堂食和外卖 我们都是按照餐饮服 来进行征税的 但是有一种比较特殊 大家都看到过 便利店里面有这种盒饭 定时的 像那种什么全家便利店 喜事多 7-11这种便利店 大家看到过 有的时候你们在商务园区 工作中午的话 你们自己也没有带饭 园区也没有什么食堂的 那你到外面吃小 要么叫外卖 外卖因为中午点的人多 外卖送的又比较慢 有可能就到楼下的超市便利店 直接去买一个便利店里面 这种盒饭 我说一下 便利店里面这种盒饭 已经帮你包装好的 便利店里面也有微波炉 可以帮你加热一下的 对吧 那我说一下 这种盒饭它不属于餐饮服务 它是属于货物销售 为什么 因为餐饮服务 它有一个前提条件 我不管你是堂食 还是外卖的餐饮服务 其实是属于个性化定制 什么叫个性化定制 就是说你在饭店 堂食也好 还是打包外卖也好 你可以根据你的口味要求来的 也就是老板 多加点饭 老板不要辣 老板这个辣一点 这个可以进行个性化定制 对不对 但是你在超市里面买的 这个定食盒饭 这种定食 它就是按照货物 批量化生产的 饭也就这么一点点 你吃到饱吃饱 我也不管 对不对 你嫌辣的 或者说是嫌不辣的 或者怎么样子的 我都不调 我都不会根据你的口味要求 来进行调整 我是标准化生产的 那这个我们就属于货物了 标准化生产了 这就属于货物了 所以说超市里面 卖的这种盒饭 我们其实是按照货物 来进行征税的 第三个括号 纳税人在游乐场所 经营所到 百度车 电瓶车 油船所收取的费用 我们按照文化体育 来进行征税 大家都看到过 一些景区的一些所到 缆车 你要收费了 20块钱 30块钱一个人的 那这种的话 就是按照文化体育 也来进行征税 第五个 纳税人提供 植物养护服务 按照其他生活服务 来进征税 你别小看植物养护服务 你自己可能在家里面 你感觉不到 上海有一些别墅区 在那个西郊 西部地区 在上海 在上海的一些郊区 有一些别墅 别墅的话 它都带一些小院 有一些人 有钱人 有钱人生活 我们真不懂的 这些小院里面 如果说你去 种种花花草草 这个就要找人 来帮你进行什么 植物养护 植物养护的话 像一些除草 施肥 每个星期它都来的 每个星期都来 你每个星期都付钱 你不要小看 一个别墅 有一个小 带了一个 就是带了一个 十几平方米 二十几平方米的 一个什么 这个小花园 然后找人来进行 植物养护 一个星期来个 一次到两次左右 除草草 是是肥 什么东西的 对吧 种种什么东西的 我告诉你 一次收费收多少钱 一次要收大概 我听他们说 一次好像是四五百块钱 一次 一次四五百块钱 也就是说 一个月的话 基本上五千左右 四五千 一个月 四五千 如果说你种的东西 稍微高级一点的 如果说你去种菜的话 这个稍微便宜一点 如果说你种的高级一点 你种什么 种什么花 这个东西的话 这个收费可能还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说像这种植物养护 我们按照其他生活负 有专门的 这种园林公司来死责的 真的有 下面第四个 销售 无形自函 那销售无形自函 是指的是 无形自函所有权 或者说是使用权的一些业务活动 那么无形自函 是指的是 不具备实体形态 但能够给 能够带来相关经济利益的一些自函 也包括像一些技术 商标 著作 商誉 自然资源使用权和其他权益性的无形自函 那其他的权益性无形自函呢 我们包括一些基础设施的精英权 公共事业的特许权 配额 精英权 经销权 分销权 代理权 会员权 虚拟网络游区道具 域名 名称权 肖像权 冠名权 转会被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无形自函 那无形自函的转让 包括无形自函的所有权 或者使用权的转让 我们都是按照销售无形自函 来交纳什么 增值税的 这请勾注一下 包括你们平时打游戏 去抽一个皮肤 你这个游戏里面去充值什么东西的 都属无形自函 这些都是属于无形自函 第五个 销售不动产 那不动产的话好说 转让不动产 所有权的业务活动 这里面不动产 包括一些什么 购注物建筑物等等 那么转让建筑物有限产权 或者永久使用权的 转让再建建筑物 或者说是购注物所有权的 以及再转让建筑物或者购注物时 一并转让其所占土地使用权的 我们都是按照什么 销售不动产 来交纳增值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实土地使用权 它是属于无形自函 我们会计和三商界也知道的 土地使用权 我们把它划到无形自函里面去的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像我们学了物权法 我们大多数 比如说城市房地产 叫做防随地走 地随房走 对不对 你把房子卖了的话 下面土地使用权一块卖掉 如果说你细分的话 卖房子 它是属于不动产转让 土地呢 它是属于什么呢 无形自函转让 但现在我们按照 防随地走 地随房走的原则 你把房子卖了 土地也跟着一块卖掉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不区分了 全部按照什么 不动产转让 来进行征税 就大家知道一下 好 我们来看几道例题 19年的一道单选题 出租车公司 向使用本公司自由出租车的司机 所收取的管理费 应当交纳增值税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 交通运输业当中的什么 陆路运输服务 选的是币 选的是币 好 再看20年考的一道单选题 下列增值税应税服务当中 应当按照租赁服务来计算 交纳增值税的 A选项 融资性的售后回收 我们讲过 按照什么 按照金融业 按照金融业 金融服务业来进征税 B选项 提供会议场地及其配套服务 这是按照会展服务 它是属于现代服务业当中的会议展览服务 C选项 航空运输企业的什么 失租 乘租 期租 失租 按照什么 交通运输业 D选项 写字楼广告位的租租 你这个不动产 不动产的外力面 这个广告位 租租 给别人 让别人去喷涂广告了 那这个是属于什么 租赁 而且是属于什么 不动产的金融租赁 这请多注意一下 选的是D 选的是D 再看 21年考得到单选题 按照现代服务业 来计算交纳分值税的 A选项 文化体育 它是属于生活服务业当中的 文化体育 信息技术 它是属于什么 现代服务业 C选项 财产保险 它是属于金融业 D选项 食物养护 它是属于什么 其他生活服务业 选的是B 选的是B 再看去年考得到多选题 纳税人提供的 夏令营税服务当中 应当按照增值电信服务 它是按照增值电信服务 电信也我们分为 基础电信和什么 增值电信 A选项 互联网的接入服务 我们是属于什么 增值电信 B选项 网提供的短信服务 我讲过 短信它也是属于什么 增值电信服务 C选项 使用互联网提供什么 语音通话服务 语音通话服务 它是属于什么 基础电信 B选项 服务器的带宽 租赁 那服务器的带宽 它是属于什么 基础电信 而不是增值 是属于基础电信服务 也选的是A和B 选的是A和B 那么这一讲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我们把这个 有关的 我们增值税的 这个一般增税范围 就是我们 包括我们货物销售 劳务 福 尤其是我们的应税福 包括我们一些交通运输业 这个邮政 电信 建筑 什么金融 现代生活 等等这些服务行业的 有关的一些便析 给各位考试 做了一些介绍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相关便析的 因为现在已经 银改增了 已经没有什么营业税了 以前考试都还分 哪些交增值税 哪些交营业税 现在基本上都是交的是增值税 但是你要区分 这是属于我们增值税当中的 哪一个行业 对不对 增值税当中哪个行业 不同的行业 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而且适用税率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这个请给我注意一下 好吧 那么这一讲 我们先给各位考生 介绍到这里 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